在绘制歼5战机CG图的过程中 如何保持两侧后略机翼角度的准确性 赵云鹏当时可是没少下功夫 所以对于歼5机翼的特点 赵云鹏十分熟悉 这个东西叫一刀 老飞机啊 不像是说我们现在新飞机上面 有什么电脑控制的啊 什么计算机的控制啊 这些东西没有 就是说但是老飞机后略翼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展向气流 这个东西说起来很复杂 我简单点说啊 气流从这来了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一刀的情况下 气流就出去了 到了一勺之后啊 到了这儿 气流就跑出去了 简单点说 那么造成什么呢 造成这地方的胜利啊 就减少了 那么我做一个小实验 简单明了 我把这个事就能说清楚 看我手里有一个塑料袋 假设啊 飞机现在就在飞行当中 那么我塑料袋放在这儿 我推一下 它是不是被这片一刀给挡上了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我们很自观地 这就能看到气流的运动了啊 挡上了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展向气流啊 就这么走了 它的路径是这么走了 被一刀割绝了 如果说没有一刀的情况下 那么在这儿 跑了 跑了 那么说明什么 空气从这儿来到这儿来 会造成一个一间失速 如果要是一间失速的情况 飞机阻力会 一瞬间会增加很多 胜利下降很多 那么飞机就容易失控 所以说 当时的设计师啊 用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 直接加两片一刀 来一刀割